由哥伦比亚民主中心党主席马丁内斯率领的哥伦比亚民主中心党干部考察团日前访华 并实际参访了北京、昆明和上海 马丁内斯在上海接受中心设计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近些年取得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十分钦佩 迫切希望学习中国经济发展经验 并将这些友谊经验用于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希望有更多的本国产品出口到中国 希望有更多的中国投资者去哥伦比亚寻找机会 一带一路会为两国之间的合作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我们希望中国放眼拉美的时候 能选择哥伦比亚作为最佳的投资目的地 近几个月以来 香港频频发生违法暴力事件 谈及此马丁内斯直言 哥伦比亚民主中心党作为执政党 始终认为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香港问题是中国内政 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 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们希望香港问题能尽快以和平方式得到解决 我们反对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 第三次到访中国的马丁内斯说 很遗憾每次访问时间都非常有限 但总能深受震撼 在北京他感受到中国5000年辉煌历史和文化 而昆明也令人印象深刻 对此行的最后一站上海 马丁内斯评价称不愧是魔都 这里有绚丽的灯光快乐的气氛 发达的贸易和着眼长远的规划 在他看来上海应当被全世界视为一项的投资目的地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